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专机关 晚上野人来袭 哎 今天这出生地 也是一个占地面积挺大的城楼 哇塞哇塞 这大白天的 这外面已经有怪物了 嘿嘿 那就用狙击枪 拿你们来练练手了 不过数量好像不是很多 也就几个而已 哎哟 这边还有坦克哦 看能不能坐上它 哎呀 是需要看广告货的钥匙才能用的 那咱们还是来防守箱这里 看一下有什么好的武器装备 哦 有宝剑 翅膀 还有钥匙 加上护甲一套 两个食物 一个钩爪 不错不错 先来把护甲和翅膀给穿上 哇塞哇塞 什么情况 穿上以后 这移动速度好像增加了好几倍啊 呃 那我估计 应该是穿上了翅膀的原因 接下来 咱们来跟商人买一些东西 哎 哥们哥们 别跑啊 你还做不做生意啦 呃 跟他买上一些 巨人核心和性能块就行了吧 好嘞 搞定以后 咱们就准备出到外面 跟野人干上一家 因为我刚刚发现 这些家伙也不是很抗重 狙击枪一发子战 就能把他们给爆掉 而且目前来说 他们生成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咱们应该是打得过他们的 现在咱们拿上钥匙 来开开坦克吧 哎呀呀 果然手上有钥匙 就可以直接变身坦克了 哎 哎 问题是这坦克 好像不能发射导弹的呀 啊 这就尴尬了 这 这是一辆坑人的坦克吧 我现在也只能用狙击枪 来打他们呢 那 那我要这坦克有何用啊 哎 好像变成坦克 他们就攻击不到我们了 好吧 那这可能是这辆坦克的唯一好处了 也行 也行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在这外面随意走动 轻松的爆打他们 哦 对了 我身上有钩爪 来试一下 能不能把坦克拉到城墙上 哎呦 还真的可以哦 直接就飞上来了 这 这确实有点搞笑啊 不过体验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接下来 我来吃一下饺子 看坦克能不能变大 我来个去 还真的可以啊 这下子我就变成超级坦克了 但是现在是天亮了 已经没有怪物可以来陪我玩一玩了 哎呀嘛 刚说是天亮 怎么又突然变天黑了 怪物又生成出来了 不过咱们吃了饺子 也就变成大坦克而已 好像也没有增加任何攻击力啊 还是只能用这狙击枪来打他们而已啊 后面我把钥匙扔给了大黄蜂 现在他也变成了坦克 嘿嘿 那我就拿着大宝便跟着他 看他能不能玩出什么新的招式 哈哈 刚好又天黑了 野人又生成出来 准备来取诺我们了 哎呦哎呦 大黄蜂危险了 他好像要被取诺了 哇塞哇塞 什么情况 他骑上了坦克 就能发射火箭弹的 为什么我不行啊 这 这不是在坑我吗 他这样就好玩多了 这样的话坦克的杀伤力就大大提高了 好吧好吧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反正现在野人已经被炸得满天飞了 后面我找到了原因 又变成了大坦克 现在我也能发射火箭弹了 哈哈 其实是我手里的武器 换成了一把火箭筒而已啦 然后变身坦克 就感觉是坦克在发射火箭弹了 后面我把坦克诱杖给了大黄蜂 自己跑到这树梢上来了 哈哈 其实自己拿着火箭筒 站在这高处 打他们也是超解压的 后面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卡到了bug 现在我整个人 已经跑到了地图的空气方块上面来了 现在好像是想下去也下去不了了呀 不过好在 这空气方块不会阻挡我的火箭弹 哈哈 所以咱们照样可以在这上面轻松打怪 最后我用重生的方法 又回到了地面上来 还做了一些激光防御网 不过这一期的野人不是很厉害 所以大黄蜂现在已经无聊玩起了冲天炮 嘿嘿 我也跟着来玩一下啦 哈哈 飞在这天上 用火箭弹打他们也是一件挺愉快的事啊